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由產新聞出品2021年立法會選舉 為何我要選的特別節目 我是嘉賓主持柯創成 今天為大家準備了新界東南地區直選的特別節目 我們這個特別節目都希望能夠為大家更掌握選舉的情況 12月19日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 地區直選會每區選出兩名候選人 今次我們很高興請到新界東南的候選人出席我們的特別節目 首先由我介紹 分別是民建聯的李世榮 另外是專業動力有限公司的林素惠 至於新界東南選區候選人蔡明熙今天未能出席 我們在11月9日發出邀請 她回覆是會缺席我們今天的特技節目 另外由於新界西南只有民建聯的陳恆彬 是答應出席節目 其餘兩位候選人包括工聯會的陳詠欣和獨立民主派 劉卓宇回覆是不會出席 所以我們新界西南的特別節目是會取消的 在節目開始之前 各位候選人都按較早前的抽籤置序 安排座位和發言的次序 今天將會有三個環節包括介紹政綱 焦點討論和最後的總結發言 三個環節都會依據較早前的抽籤次序作出安排 大家稍後聽到一聲 即是表示時間已到需要立即停止 第一個環節是介紹政綱的環節 按剛才的抽籤次序 每人有40秒是介紹政綱的 我首先請民建聯和新界社團聯會李世榮 用40秒時間介紹他的政綱 現在開始 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的李世榮 2019年香港經歷過黑暴事件 中央推出國安法 香港終於由亂轉治 現在社會 現在議會 最需要的就是找對人幫大家為香港做實事 我過去在2012年到2019年 擔任民選區議員 我和立法會郭佩凡議員 在地區工作上已經合作超過十幾年 我相信憑著我的團隊和我的經驗 在未來日子 必定可以和各位市民一起 急起直追 見切所需 追回去我們錯失的時間和機會 願意你支持我 民建聯的李世榮 多謝 多謝 好 時間夠 接著我請 專業動力有限公司的林素惠 用40秒時間介紹政綱 請林素惠現在開始 大家好 我是林素惠 林姑蘭 一位家庭治療專業的社工 以家為本服務國的家層 希望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中 秉承方國山團隊 13年扎根 將軍路西貢馬安山 致力改善民生的宗旨 今時今日的香港 越住越貴 越住越小 人口老化 醫療資源又不夠 希望可以 未來入到議會 可以致力拯救民生 著重家庭房屋醫療的政策 我會聯同團隊一起帶領居民走出困局 堅守社區 從然希望 請支持林素惠 林姑娘 好 時間夠 接著來第二個環節是焦點討論 這個環節都是按較早前的抽籤次序 兩位候選人分別會抽出一條 關於社會性或地區性的議題 然後每位候選人就兩分鐘就著這個議題表達意見 另一個環節就是質詢 大家就著這個議題 可以向對方提出質詢 首先我請李世榮抽出他所專責的題目 李世榮抽到年輕選民大減這個題目 每位候選人有兩分鐘表達對於題目的意見 首先請李世榮表達這個意見 現在開始 我想年輕選民大減 首先我希望任何的選民都好 無論是年輕什麼年齡階層都好 一定要珍惜自己應有的權利 這個是我們公民的權利 年輕的選民大減其實就不代表什麼的 其實我也不是太過認為年輕選民大減 因為其實現在在入境事務處 你換領身份證 18歲年本18歲 他都會幫你登記做選民 所以其實選民年輕的數字 其實就沒有出現大減 只不過是說他們會不會去投票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 任何的選舉 我希望年輕的朋友 可以看清楚現在香港最需要的是 哪一類人為大家去做事 從而可能是看過大家的政綱 大家的理念 大家的經驗 而去選擇一個合適 這個決定是為了我們香港整體的未來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自己都是兩個小朋友的爸爸 其實很深明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 其實真的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難得做到選民的話 應該要珍惜這一票 投對這一票 投回一些真是為了你去做事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為了我們整個香港做建設的人 進入議會為大家發聲 所以希望任何的選民 無論是年輕也好 中年也好 長者老有記也好 一定要珍惜你手上這一票 多謝你 好 接著我請專業動力有眼公司的 林素惠 是就著這個議題發表意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現在開始 各位大家好 我是林素惠 林姑娘 就著年輕的選民大減這個題目 我個人認為 我們要看回根本性的問題 年輕人是成長於一個家庭 我們如何以家為本 如何重建香港幸福的家庭 是重中之重 作為社工十幾年 也從事過地區的工作 我認為最重要是如何扣連年輕人的心 社會經歷過不同的事件 疫情令到經濟各方面都是蕭條 人心的冷暖 人心的心靈其實是很脆弱的 作為社工我服務過過萬個家庭和年輕人 他們的心聲正正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年輕選民為何不去認同你 或者不去看你的政綱 或者跟你去對話 是因為你捉不到他的心 我服務過過萬個的家庭 我非常明白 無論什麼年紀 家庭和年輕人的心聲是甚麼 過往我不同的工作的崗位上 我是跨政治的光譜 希望在裂縫之中 讓年輕人看到曙光 希望未來的立法會有多元的聲音 我就是這個民意的代表 除了是社工界別地區的界別之外 我們會尊重不同的聲音 無論是年輕人中年人老人家的聲音 我們都會非常之尊重 各位市民 請大家去聆聽身邊 每一個人的需要和聲音 希望大家 無論你是年輕人也好 中年人也好 老年也好 都積極出來投票 讓我這個代議士可以進入議會 請支持林素衛、林姑娘 多謝 好 時間夠 接下來是兩位候選人 可以就著這個題目 作出一個質詢的環節 根據抽籤次序 我首先是請李世榮 作出質詢 半分鐘的質詢 一分鐘的回應 請李世榮開始提問 半分鐘 其實香港的經濟 我們說了很多年 都未能夠有一個多元化的發展 除了國家推出十四五規劃 以及大灣區裡面 我想問一下數位 關於青年朋友 怎樣令到他們都可以 一起跟著我們這個步伐 一起去走 融入大灣區 一起加入十四五規劃的發展呢 林素衛 你有一分鐘時間的回應 現在開始 多謝世榮的題目 我自己是一個年青人 在香港成長讀書三十幾年 我贊成就是 如果接下來年青人有很多機會的時候 絕對是支持去大灣區 或者其他地方的發展的 因為我本身在香港成長 我們重視很多時候是港人優先 香港成長的年青人優先 同樣在香港接受過不同的西方教育 去大灣區發展 其實是有優勢的 我們香港這個地方是中西融合 英文、中文、普通話 或者是多國語言的年青人 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可以承傳在香港 接受西方教育的精神 去到大灣區的時候 可以把握這個機遇 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香港政府 或者一些團體 公私營合作方面 會不會支持一些大學 大專業畢業生 去大灣區都非常之重要 好 時間夠 接著請林素惠 可以用半分鐘時間 就著議題向李世榮提出提問 現在開始 世榮 我又想請教一下你 因為我們團隊 在將軍澳紮根十三年 一直都是做一些仲民生的工作 之前我們在地區上面 有聽到很多不同居民的聲音 是說發展一些地區 年輕人置業其實很艱難 就著將軍澳來講 現在人口就起飛 四十至五十萬人 請李世榮有一分鐘的回應 現在開始 因為剛才時間比較緊迫 未聽到一個問題 但我估計是關於房屋方面 大概是怎樣 其實我看到現在整個新界東南 其實是特區政府 在規劃上是做得完全不妥當的 對於這個 其實我們香港的規劃 有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但是完全是追不上 就是說很多配套完全跟不上 特別是新界東南 一個馬鞍山 將軍澳 西貢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都說 我今天要入馬鞍山 今天要入西貢 將軍澳 為什麼要用入紙呢 因為我們在地理上 就是在邊邊的地帶 在交通上完全是跟不上的 無論是馬鞍山 將軍澳 都嚴重出現失車的情況 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 但是我和我的團隊 就算我自己都發現得到 其實有很多短中長期可以解決的方法 短期其實是要 好 時間夠 接下來我請林素衛 為你出出第二條社會性 或地區性的議題 請林素衛 請你交給我 這條題目是交通擠塞 好 接下來我請李世榮 有兩分鐘時間 就著這條題目發表他的意見 好 請李世榮兩分鐘開始 剛剛正正在說交通 都有所謂抽中這個問題 我認為要立即取消將軍澳隧道的收費 因為劃一收費只是三元雞 為了這三元雞 每一架車輛都要停下幾秒 車龍就是這樣來 為什麼短期不可以去做呢 我已經要求運輸署 立即取消將軍澳隧道的收費 以減輕交通濟質的情況 在馬鞍山方面 T4的降渡要盡快上馬 不要再拖 而且整個交通一定要開多些新的降渡 以及新的鐵路 我昌二就是在日出看城 應該有連接港渡東面小西灣等等 這些方向 才可以疏導到我們將軍澳的發展 馬鞍山都要開其他降渡 包括沙田繞道 令到在北區的車輛可以不經過沙田 而去到出九龍 所以希望特區政府要盡快做好規劃 多謝 好 接著我請林素惠就此題目發表意見 你有兩分鐘時間 現在開始 針對交通濟質的問題 我和很多居民自己的鄰居 看著我大的街坊都談了很多 特別在將軍澳來說 我們團隊在十三年前已經和政府建議 加快這些民生鐵路的啟動和建設 希望有這個北港島線 由將軍澳直達會展 過海上班的市民就會非常之方便 不會經歷日日好像暴兵一樣在北角排長龍 其實真的很辛苦 另外就是在東九龍線方面 希望有一個延伸 方便康盛翠林的街坊 東九龍線延伸在康盛翠林開一個站 就等山上的居民能夠方便去到地鐵站 直達其他的線就直接出九龍 另外就是在T4降渡上 希望去解決由吐露港塞車塞到沙田的問題 如果交通改善 大家出去做事都會方便 謝謝大家 接下來李世榮有半分鐘時間向林素惠提問 林素惠是一分鐘時間回應的 請李世榮開始 我想問問素惠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馬鞍山都居住超過三十年 其實都挺熟悉馬鞍山 馬鞍山的交通是需要急需改善的 我想看看剛才你除了說T4公路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多管齊客 可以盡快解決 因為馬鞍山早上上班出九龍都會失射 特別在大鞍山隧道會失射 看看你有否有好建議 好 林素惠你有一分鐘時間回應 現在開始 多謝世榮的提問 我自己在將軍路成長22年 我過往都曾經在馬鞍山做過事 非常明白早上范旺時間 由大鞍山開始塞到馬鞍山 剛才提到T4公路那裡 其實是連接大埔馬鞍山西貢的 因為過往 例如昨天早上 沙田那裡一直塞到透露港 所以在T4那裡 可否能夠降低成本 加快興建和啟用呢 你用一些高端的科技建築 去建建這些鋼道 例如就是一些 Tunnel的形式去建建一些鋼道和隧道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講到交通來講 在將軍路裡面 我們積極爭取 希望可以拓展一些 跨巴士小巴的轉乘優惠 以及有渡輪去到港島的小西灣 多謝 好 時間夠 接下來請林素惠 用半分鐘時間 向李世榮提出質詢 請林素惠現在開始 世榮你好 好 想請教你一下 就是關於將軍路一些新市鎮的發展 掃養貴黨過往對於政府的政策 都永遠不會說不 請問你入到議會 是不是繼續都會秉承師姐 郭議員做一個投票的機器 當我在地區我聽到很多居民 是反對一些的 譬如水泥廠設置在137區 你怎麼看 好 李世榮一分鐘時間作出回應 現在開始 我是李世榮 因為你剛才說我師姐郭佩帆 我想每個人都有他的做事方式 我自己的做事方式 一定是實事求是 所謂提到137區 我會勇敢面對 137區就算這個堆填區 我們將軍澳市民 承擔這個社會責任已經很多年 是時候要研究關閉堆填區 137區 我記得蘇維里說要在房屋方面 要有個發展 但我有一點保留的 坦白 因為如果交通未搞好 真的不要在那裏那麼快去發展 而且張南隧道又未通車 所以我希望我們將軍澳 以至137區的整體發展 一定要視乎社區的陪圖 否則市民搬進去將軍澳居 他們會產生很多問題 亦會對社會對政府有反感 接下來第三個環節就是總結發言 每位候選人有50秒時間作出總結發言 根據剛才的抽籤次序 我首先請民建聯新界社團聯會 李世榮總結發言 現在開始 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的李世榮 我和我的團隊都經常落區 聽聽市民一些的意見 最近聽得最多就是要求通關 通關絕對是頭等大事 我和立法會郭佩帆議員 已經向政府要求 第一 立即取消所有機組人員的豁免隔離 第二 要求立即更新對外國疫情的風險評級 第三 立即推出安心出行 亦向掃描 讓一些老友的有需要人士 只需要自攜自己的個人二維碼 去這些廚所給工作人員掃描就可以了 所以我需要你們的能量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民建聯的李世榮 多謝 多謝 好 時間夠 接著我請專業動力有限公司的林素惠 用50秒時間作出總結發言 請林素惠現在開始 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是林素惠 林姑娘 我們團隊摘根在將軍路西貢馬鞍山13年 入到議會 我會著重在法例政策房屋方面的支援 希望可以帶領市民一起走出困局 特別是擴展一個馬鞍山西貢的鐵路 興建道輪服務加密交通班辭 我是會為社區 為我們的市民發聲 加快這個房屋的興建的程序 希望可以在交通配套先行 重點發展這個137區容納10萬人 今時今日如果我們的團隊 Sorry Sorry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來多次 好 好 今時今日沒有我們敢言的團隊 叫停將軍路的堆填區 好 時間夠 好 歡迎各位朋友收看由產新聞出品 2021年立法會選舉 為何我要選的特別節目 今日新界東南地區直選的特別節目 是到此為止 再一次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